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今天下大雪 这也是纽约这个冬季的第三场大雪了 我们冒着雪去看房呢 也是因为九月份孩子就要上学了 我们计划这个夏天就要搬去长岛 其实在五年前也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长岛买了一套雪去房 不过那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还是住在法拉盛比较方便 而且暂时孩子也用不着去上学 所以房子一直出租 那现在感觉就在眼前了 所以我们也打算再去长岛 看一看其他的房子 比较一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去看过一套房子了 那套房子呢各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满意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的厨房居然是在客厅的中央 然后右边是餐厅 左边是客厅 所以这样的格局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经常是做中国菜油烟非常大 但是它的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管道呢 没有办法接到室外 这栋住宅建于1993年 土地面积11600平方尺 房屋面积3700平方尺 五间卧室三个全域 后院有可加热的咸水游泳池 地下室还设有酒窖 地税每年26700 房主要价170万美元 其实大家在美国买房子呢 可能都有过同样的经历 就是会看很多 我们上一次看房子的时候呢 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从9月份 一直大概看到 11、2月吧 就看了三四个月 在我看来 买房是非常个人化 也非常感性的选择 除了地理位置 使用面积 房间格局等因素之外 走进房子的第一感觉至关重要 一旦喜欢上这个居住空间 并希望用它来承载家庭时光 就很容易做出购房决定 挺漂亮的 下雪特别好听 现在就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个第一套房子在国王点 Kings Point 它这个房子呢 是在这个马路边上 不过呢 房子离这个大马路 倒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把旁边 全部用围栏把它围起来 它现在没有任何这个围栏 让我会觉得 好像不是很有安全感 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套公展房 建于1962年 土地面积38200平方尺 房屋面积3700平方尺 四间卧室三个全域 地税每年32,800 房主要价144万 它都已经打上包了 是不是这个包好了 还是他们就是这么用的平时 你看它厨房在这中间 所以就比较老实 这个房子 它是像电池 但是如果你想把它转移到电池 它就在这里 因为它很小 这房子得花多少钱来装修啊 这全都得重新弄 这不行 非常便宜吧 哇这房间好小 这房间好小 哎善了 这房就完全不行 OK 就是我们以后 你看这可以打开的 哦呀我本来就是本来而已 OK been here maybe 35 years 35年,那是很久 如果要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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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这就是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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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装修给af 这个装修给af 45个 也可以 不想改革改革 Arg 这个装修给af 四五十万 我这有个桑桑房 这也没用啊 你得把它好屌弄清的 这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是一个卧室 好像挺大的 我还是喜欢那种挑高的房子 就这种房子比较压力 就是老是吧 很少那种那种的 也都不想要有意思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的客人 绻来并 followers 我一直在教育 我们也会用食物 不要紧争 我妈妈妈 我看这个东西 我看你的难度 我看这个东西 我看这个东西 买到你 就知道我看这个东西 我看这个东西 就像机知道 但是我看什么 这种东西 因为我看这个东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我倒到这个转位里面去 哎呦 不行打滑 怎么办 还是Renrover 好吧 还是Renrover 那往后可不行 不行 那算了 你往前开吧 别费劲了 这没点停 你绕一圈 然后再开什么去大方 对 我得绕一圈 对 你绕一圈 你没办法 但我想倒进去 我怕到时候直进到出不来了 再绕一圈 所以大学期没人出来就这样 车不给力啊 这个也在卖 这又改再绕一圈 哎呦 妈呀 不行不行 哎呦 慢点慢点 它这个坡太大了 滑下了 直接坡就滑下了 天呐 咱不会stuck在这吧 看完这个不看了 这太可怕了 我这个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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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拿拿拿拿 这就不可能倒进去了 那你就停马路边上 停马路边上吧 你就停马路边上吧 这个地方停 这雪有点大 这雪 这片小区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尤其是下雪天过来 那其实我们那么着急来看房子呢 也是因为装修房子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马上决定是换一套房子呢 还是就是要我们之前买的那一套 然后再装修 所以我们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大概我们二月份吧 就必须要决定下来 所以今天这么大雪 还出来看房 试看 今天看的第二套公展房建于1950年 土地面积13100平方尺 房屋面积4000平方尺 五间卧室三个全域 地税每年42800 房主曾要价180万 目前降价到160万 嗨 这个是个前厅 这个挺好的 这个可以感觉 今天下雪的话 但是 它这个坡是个问题 它这个坡挺陡的 它前面这个坡 就是冬天下雪的话 你冬天下雪的话 你的车会有问题 它这个空间感可以 就是楼层还是有点低了 就是吸引不高 它这个厨房可以 它这个厨房可以 它这个空间很好 这厨房做出来会很漂亮 这个厨房做出来会很漂亮 这个不是新的 它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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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喜欢它这个 就是从这里看出去的感觉 就是五里面前这样 这房子比较老了 这上面可以放一些 这上面可以放一些 它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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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间很好 而且它这里有个food bath 一楼 一楼 这个比我小的 它会只是一模一样 你可以装一个 我们那房子可以装一个这样子 然后在这儿也要忙 在这儿 这个餐厅就 小了一点 只能放圆桌 三楼 好 它这个格局我还是比较喜欢 Bisman就是矮了一点 OK 这边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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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这个是车库吗 那边是车库 这挺大的 这放了很多东西 但房子确实老了 这是主卧 哇 挺大的主卧 还有主卧 大概要是 哦 看到那边的正好是 哇 它这主卧是有两套 是两间房 是吗 它是通的 它是通的 那边有一个另外一个主卧 哇 这是小孩的房间 这房子还可以的 这老 这房子太老 我们那房子新啊 这个房子学校挺好的 我喜欢这个房子的积重 对 这个不错 但是就是还是 也需要work 就是要换这个板 要出发卫生间 出卫生间我路就好 出卫生间 出卫生间 那本来我们是计划 今天要看三套房子的 但是现在雪太大了 而且车也不是很给力 所以我们就决定 还是早一点回家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路上 确实看见有好几辆车 都叫了拖车 您好 您好我想要两个招牌牛肉面 没有了 谢谢 五分钟 好谢谢 我刚刚点了那个招牌的 这是我的是吧 对 您家外卖生意还好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挺难的这段时间 14号就可以开了 14号就可以开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您的观看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 订阅键 关注更多内容